我幾乎都是三餐外食 像這樣子的族群的話 有沒有什麼飲食上挑選的建議 是從早餐開始 對 好久沒有看到早餐 對早餐已經在肚子上了 飲食掉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衣動自貢 愛吃愛喝也要健康瘦 我是動自動特派員陳怡安藥師 現代人常常外食解決三餐 我們的 少年精英健康堪憂 新一代飲食問題 三高的問題逐漸浮現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洪建德醫師來跟我們分享 外食族常常會遇到問題有哪些呢 各位 黃藥好 洪醫師好 你是洪建德醫師 那我們想請洪醫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認為現在的外食族 他們面臨的飲食問題 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大概都是高升糖高熱量 我覺得現在含糖量很高耶 可是大家還是少注意到 除了含糖之外還含油脂 那這些油脂為了不要讓它氧化 常常是反食油 所以膽固醇會高 現在常常就午餐就是一個飲料 那這個飲料常常就是含20%以上的糖 然後又有油脂 然後又有奶茶 然後還加料對不對 沒有加料 所以我常常說吃飲料 而且現在又幾乎都是用 加工品去代 我也要讓它快熟 我也讓它口感 所以添加了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之外 血糖就變得很容易上升 它的意思就是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不過在我們專業上面 我們稱為 新陳代謝症 新陳代謝症就是 吸血管病增加 體重增加 腰圍增加 身體質量的指數 這DMI增加 三酸甘油脂增加 血糖增加 低導素增加 脂肪肝增加等等 腹圍新陳代謝症 什麼樣的人 比較會容易有三高的問題 比如說你家族裡面 你的爸爸媽媽 爺爺 奶奶 都有的話 那你就要特別要注意 例如是自己的因素 自己的女士習慣 是不是健康 有沒有辦判斷 誰說的是正確的 那資訊很多 要會判斷 另外還有一些體質的因素 比如說 曾經有認成糖尿病 會有指尖前症 指尖症 那些都是副科的執政 那些人比較容易得到糖尿 另外有一些族群 美國的PMA 印象 他們48%的人才有 所以就比較算基因的部分 這是基因的部分 可是不是遺傳 他們就是這個整個族群的人 都是這樣 那我想偷偷問一下 就是 晚睡晚起的話會嗎 會 就是比較晚睡晚起的類型 因為晚睡晚起的時候 我們的 抗壓力熱盟會上去 抗壓力熱盟是剛好跟 椰島素對坐 所以你職業班的人 應該要去多更多的錢 因為他心血管病增加 他其實有一些 健康上的抑鬱 不是只有疲憊而已 不是 所以正常的作息 正常的作息 也是預防防尿病 另外是不太運動 哦 不太運動 有一些肌膚不動 嗯 我好像真是運動比較少的人 另外是 生病醫生 為了求好心血 有時候也會有肺炎 不准用的三天 有肺炎會出來 我幾乎都是三餐外食 像這樣子的族群的話 有沒有什麼飲食上挑選的建議 嗯 先從早餐開始 對 好久沒有看到早餐 對 早餐已經在肚子開 飲食掉了 那早餐的話 我主張是 要吃白米飯 因為白米飯沒有任何添加 另外米飯它上升血糖的弧度 並不是像傳說的那麼高 所以我早上我吃飯跟吃豆腐類的食物 我蛋白質就不用考量 礦物質也不用考量 因為我有吃蔬菜 生菜也好 或燙的青菜也好 或微波的青菜也好 再來一次 看中午跟晚上 像昨天我們家有 照燒雞肉 白玉古瓜跟酸菜一起炒 另外還有白帶魚 這是芥蘭菜 這是黑木耳炒肉片 那下面的話 就是米飯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要跟大家做梅森罐的 這是生菜 這是雞胸肉 這是青魚 這是番薯 那種青菜 就是比較我們外食可以直接取得的食材 是的 以及你自己如何選擇食材 以及自己可以用一個梅森罐 然後用一個便當 裝裝就可以上班去 長期來講我們的研究是認為 肉菜吃前面 或魚吃前面 吃飯的順序 對 吃飯的順序一改的話 血糖又會在降無時 嗯 所以冷飯降無時 吃飯的次序又在降無時 你的血糖根本不會高 像我自己是外食族嘛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在選購食物的時候 第一個是我的選項可能沒有那麼的多 就是如果我真的要找健康的選項的時候 反而覺得有點困難 然後再來是健康的食物通常比較貴 想要節省花費的時候 我都要選 比如說比較油炸類啊 或者是加工狀況比較多的食物去做選擇 加工的食物就會讓你 因為它就會變便宜 所以這真的是窮人的杯葛 所以我覺得 你假如錢不夠預算不夠的時候 你應該要把食材當作最重要 所以要吃的是 那比如說你喜歡吃五穀 你就要直接買五穀來煮 你不要讓它變成一個 因為這樣血糖也會高 添加物也會增加 所以在食材選擇 我們就是選擇盡量少加工 然後不要花的錢不要亂花對不對 就是飲料零食少吃 然後真的吃營養的食物 洪醫師有跟我們介紹一個那個 梅森罐子 因為我們可以用這個罐子 來幫我們判斷我們一天 比如說吃的量 那當然用飯盒也可以 只是飯盒會覺得 老口口像我們這種年代 有種便當感 那如果是放這個罐子的話 那我們有什麼放的順序嗎 因為米飯要最後吃嘛 所以米飯是放最下面的 是 再來加菜 肉菜飯對不對 你拿這邊的 青菜可以再多加多一點 熱量不高 然後又有鹹污味 除非是很嚴重的慢性勝率點 除了這一種人之外 其他的人青菜是 不會特別限制的 再來是肉的部分 這邊 我們剛好有選到這種水煮的雞胸肉 比較少油的 然後烤 這個適合我們陳腰吃 真的嗎 不要調數 其實這樣一罐就差不多裝滿了 差不多 對 如果說外帶的話 或者去自助餐 很漂亮 對 就很適合 不用一定用那種外帶的餐盒去裝 各式各樣的方法都好 只要吃的進去就好 方便就好 這是我的梅森罐 那像是外食的話有沒有給我們一些什麼建議 然後或者是說生活作息上面啊 就是必年三高的一些建議有什麼 最難的部分喔 是反式脂肪酸 因為它看起來跟一般的油一樣 分不出來 分不出來 不過你假如看到有一家店 它都是地下油行進去的 那就不要上去 了解 因為它都用回鍋油 嗯 那回鍋油還有一個特色很黏 你看沙拉油 輕輕如水 對 烘調的食物狀態 自己稍微判斷一下 這個是唯一可以判斷 嗯 第一個油都不珍惜的店員 不要 那表示它的油很便宜 那油可能就是用問題 再來是 你應該要學會做菜 你不會做菜 你沒有辦法點菜 我必須說剛剛那個 洪醫師的便當100上來的時候 我真的就覺得 對於自己做菜這件事情有點心動 因為就覺得那個食物的狀態 跟那個美味的樣子 是完全不一樣的 再來是運動 不要每天都在騎摩托車 對面都在騎摩托車 搭捷運的時候就是 少搭一站走一下 當然上健身房當然更好 今天洪醫師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就是健康飲食的方法 但是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外食族 然後你自己意識到你的飲食 其實不夠均衡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從一些營養品上面下手 比如說你補充一點魚油啊 補充一些好的氨基酸 然後或者是可以補充一些益生菌 然後並且注意你有沒有少 攝取的一些維生素補充 其實也是會有幫助的 那洪醫師這邊呢 也可以再給我們一些建議嗎 特別強調 均衡營養定時低壓 三餐準時 嗯今天非常感謝洪醫師 來跟我們分享這麼多食材 注意的東西 然後還有分享三高的問題 期待下次可以再跟洪醫師一起聊聊天 謝謝 謝謝 來給我一次機會 好 成長外食解決三餐 我是老頭子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